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6月19日 星期六 我这个视频呢 还是跟大家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关于美国加州到商场里偷东西 不受制裁的问题 换句话说呢 就是在美国的商场里面呢 随便偷东西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中国如果再不武统台湾的话呢 那台湾不仅仅是有台独 而且还出现了日独了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西方总是在攻击中国 尤其是当西方的记者采访中国人的时候呢 绕不开的几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人在回答的时候呢 没有掌握技巧 或者说呢 没有捋清思路 那就是这么三个问题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说第一个问题呢 今天有网友朋友呢 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呢 你看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真的是很触目惊心呢 就是在美国的加州 就这视频里面演的哈 就是在超市里面 或者商场里面 就有那些人呢 到了商场以后呢 那些东西随便拿 拿完了就走 然后商场里面的工作人员呢 都不能去拦着 这是真的吗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以后呢 一定会纳闷 这能是真的吗 但是呢 这个视频里面呢 还有两段 是美国的福克斯电视台的著名的主持人 那个Tucker 他在里面的评述 他就说呢 为什么人们都到商场里面去抢东西呢 因为法律不制裁那些到商场里面抢东西的 他们有一个词呢 叫shoplifting shoplifting shop呢 就是去买东西 去逛商场 那你逛商场的呢 你顺手牵羊 然后你把这东西 你不付钱就拿走 在加州呢 就不是犯罪 人们到商场里面呢 去随便拿东西 这是真的哟 这是真的 不仅仅这个视频里面呢 这个主持人 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都在诟病这一点 我跟你确定 这是真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加州他有一个法律 说是呢 如果说 你去shoplifting 价值在950块钱 950美金以下的话 你是不受追究的 所以说呢 在加州 去顺手牵羊 或者说呢 根本就不算是顺手牵羊了 就是明抢啊 你就是到商场里面去抢东西呢 就无罪 这个风气呢 就很盛行 那有一些 开小超市的这些人呢 就经常是因为 不胜其扰 负担不了这个损失 所以呢 有很多小超市呢 就关门了 那大的商场呢 也同样是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沃尔玛呀 比如说Costco啊 比如说Goldwell啊 什么之类的 这些地方呢 都有这些问题 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呢 就是这个沃尔玛 对不对 那沃尔玛呢 他也有这种问题 他怎么办呢 他就想出来了一个办法 他们呢 就把这些人给他们抓来 给他们弄来 我也不罚你款 我也不控告你 对吧 我就呢 来对你进行培训 培训你工作技能 让你有了工作技能以后呢 你可以去找个正经工作 你可以挣钱 你挣了钱以后呢 你可以自己去买东西 就不会因为说我没有钱呀 我只能靠抢啊 就不会这样了 想呢 借这么一个方式 来减少这样的犯罪 当然了 在加州呢 这就根本就不算犯罪 但是呢 沃尔玛等这些大的公司 办的这件事情呢 就被美国政府给控告了 那控告他们什么呢 控告他们的罪呢 就和美国控告这个新疆一样 大家还信呢吗 BBC呢 就到新疆的那再教育营里面 就到里面去调查 就问那些人说 你今天晚上你可以回家吗 你想回家你能够回家吗 然后说不能 不能想回家就回家 然后还看到外面呢 还有铁丝网 看到外面呢 还有保安跟那儿保卫 所以呢 他们就说呢 你这个就是监狱 那这个培训学校里面的老师说 这怎么能是监狱呢 监狱会是这样吗 好 这就是老外 老外他是这样 那沃尔玛办的这种培训班呢 好 就被政府就给告了 政府就控告他们说呢 你这是进行非法的人身监禁 就是搞这种非法的监狱 然后对沃尔玛呀 等这些大的公司呢 就进行这个控告啊 罚款呢 就进行这些法律的手段 所以你就看 美国是不是非常的奇葩 美国很奇葩的 这个沃尔玛这种大的商店啊 那些都是员工 你在看到说沃尔玛被抢的时候呢 你作为一个员工 可能你还没那么心疼 但是呢 作为谁如果开个小超市的话呢 那这个员工呢 同时就是老板 一般的来说 你开个小超市呢 你都顾不起人 通常都是呢 夫妻两个人 开这么一个小超市 两个轮流 在这个店里面来看店 你说挣点钱不容易 然后呢 出现点来抢的 你受得了受不了 你根本就受不了 然后呢 你又不敢去拦他们 你要是拦他们呢 不得了 你拦了他们以后呢 他碰瓷啊 他就说 哎呀我受伤了 哎呀我这个手坏了 我这个手指头断了 他就讹你 如果你用言语来规劝他的话呢 他还有可能告你说你歧视 就是各种的告你 就美国的法律呢 也非常的奇葩呀 美国的法律很奇葩的 我们经常是听到一些 特别奇奇怪怪的 法院判的一些案件 我刚到加拿大 我那会儿学法律的时候呢 我特别特别不能理解的呢 就是他们这个法律 他保护那些犯法的人 保护那些小偷 如果小偷到你们家里面去了 说你家里面呢 在地上割了一把刀 比如说 那你这个刀 你没有收好割在地上 哎 结果小偷进来以后受伤了 他踩到这个刀上 然后他受伤了 你这个家里的主人啊 你这一家 你也得赔偿他 我刚才举一个例子 是我自己想的 我在学法律的时候呢 教科书里面就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 就是有一家 他们地下室那个楼梯坏掉了 但是呢 因为他们家 就是从来也不去那地下室 所以呢 就没有修 结果呢 有一天小偷来了 来了以后呢 到地下室 因为那楼梯坏了 咕咚一下就掉下去了 结果掉下去以后呢 就摔坏了 摔坏了以后 就要求这家赔偿 这个法院呢 就判这个小偷赢啊 就判这家 必须得赔偿 那小偷的这个损失啊 这小偷摔坏了 这个医生都不能工作 你得养他一辈子 你知道吗 就美国这种奇葩的法律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哈 就是加州的这个法律啊 就这么奇葩 很多年以来呢 有些人就在游说 要改掉这个法律 就在今年5月17号 2021年5月17号 加州呢 就把这法律呢 就调整了 就是呢 如果说你偷到的价值 在950以下的话 会给予一些轻微的惩罚 但是这业主呢 仍然是没有权利去抓他 他要去抢的话呢 他抢了就跑 你是没有权利去阻拦他的 你没有权利去碰他 去抓他 这都不可以 有本事呢 你就打男弯弯 你就打电话报警 如果警察来了 算你幸运 警察来了以后呢 帮你解决这问题 但是警察要不来的话呢 你就自认倒霉吧 这就是美国 好 这是第一件事呢 我跟大家说的 第二件事呢 也是网友 今天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什么呢 让我非常吃惊 之前呢 我在我的视频里 曾经说过哈 因为这个台湾呢 以前曾经被日本控制来着 那日本控制期间 他们就从日本本土 就搞来好多人 后来呢 日本战败 那日本呢 就从台湾撤出 撤出以后 他就留下来好多的日本人 那这些日本人呢 他们就隐姓埋名 他们就把自己的名字呢 就改了 那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蔡英文啊 李登辉啊 陈水扁啊 这些台语读呢 说他们其实都是日本人 说台湾那个墓地呀 如果你去看那个墓碑的话 他在正面呢 有一个名字 比如说是蔡英文 如果你到他的背面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那还有一个日本名字 那是他的真名 这里面埋的呢 就是日本人 就是在台湾呢 有好多的日本人 为什么说像蔡英文当局 对台湾的人呢 是这么狠 一点都不负责任 那个谢长廷呢 号称是台湾驻日代表 驻在日本的台湾的代表 按说应该是 但是呢 他总是向着日本说话 那台湾呢 就管这个谢长廷呢 叫驻日代表 把驻地的驻 改成了帮驻的驻 他专门帮助日本人 这个谢长廷 谢长廷也被说成是呢 他其实就是日本人 还有个日本名叫什么什么 长廷 比如小岛长廷 或者松下长廷 什么之类的 那今天网友给我发的视频呢 就是在台湾现在呀 赫然就出现了 有一个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里面呢 是有一千多人啊 这一千多人 他们就号称是 他们都是日本人 然后在这个建筑物的旁边呢 就竖起来了一个大牌子 这个大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呢 我呢给大家 把这个图给大家插上去啊 这个大牌子上写的 大日本帝国哎 大日本帝国 然后呢 他说在联合国已经立案了 大日本人民救援委员会 要重建政府 就是要在台湾建一个大日本帝国哎 他们这个组织呢 有一千多人 说他们呢 都是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他们出生的 他们主张说呢 只要是在日本统治期间出生的人呢 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公民 就是说他们都是日本人 比如说蔡英文的父母 就是那会儿出生的 然后呢 他有可能就是把自己就当成日本人 现在他们在那竖一个大牌子 然后还挂上日本的国旗呢 他们要光复这个大日本帝国哎 香港的时候呢 那会儿他们又说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对吧 那怎么着你光复香港 这也是中国人吧 他也承认说 也是中国人对吧 台湾 你再怎么台独 他也得说 以前我也是中国人呢 对吧 他得承认这个吧 但是不 现在呢 这帮人说 要光复日本哎 要光复大日本帝国 你说这事是不是严重了 那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哎 中国的台湾岛 竟然有日本人在那主张权利 台湾人现在看到这个都傻了眼了 我天哪 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竟然出来了日本人 要光复大日本帝国 然后有记者呢 就去采访这些人 这些人还振振有词呢 然后呢 他们竟然还有身份证呢 他的身份证啊 还展示给这个记者看 上面写着大日本帝国臣民身份证 然后呢 上面写的是蔡适能 那这个蔡适能 这个不是日本名字呀 然后呢 他下面还写着呢 是台北州 台北市 他都按照日本的那种地区划分的那种画法 他不直接叫台北市 他叫台北州 他在这地方呢 还建一个州 台北州台北市 他是大日本帝国台北州台北市的一个市民 你知道吗 你说可笑不可笑 太可笑了 所以说呢 台湾 如果我们中国大陆 不赶紧给他武统 赶紧给他收回来的话呢 将来如果蔡英文 真的说 他要搞这个台独 完了以后呢 又把台湾 变成了日本 大日本帝国 这个问题呢 就麻烦了 就复杂化了 是不是呢 是不是挺可怕的呢 好 这是一个 完了以后呢 还是一个视频 也是网友给我发的 这个视频呢 就是一个美国记者 这个美国记者呢 是相当的傲慢的 美国记者呢 就采访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呢 经过我一查呀 他叫蔡重信 他是在99年的时候 和马云一起联合开办了 这个阿里巴巴的 他这个英文相当了得 英文特别好 他叫蔡重信 这个人呢 他是出生在台湾的 他是具有加拿大国籍的 一个华人 他现在呢 是在香港居住 那就是美国的这个记者呢 就采访他 他的英文是呢 特别特别好 我不知道他多大 到了加拿大 英文是特别好 听起来呢 就非常地道的 一个北美人 就听起来 这个英语呢 就比国内的一些 能说英文的那些名人呢 都要好很多 就是他的合伙人 马云吧 马云还号称是 他自己是英语老师出身 对吧 但是他也经常说英语 马云的英语 跟他没法比 马云的英语 你要问老外的话呢 马云就属于不会英语 像这个蔡崇信的英语呢 非常好 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接受这个美国媒体的采访 这个记者呢 是相当刁钻 相当坏的 老给这个蔡崇信挖坑 而且呢 是非常傲慢的 我就是发现呢 就是这个美国人呢 就非常的傲慢 他们就把他们的所谓的价值观 强加到中国人的身上 他们的那种优越感呢 他就是 对你中国人就是居高临下的 就是一个小小的记者而已 然后像蔡崇信这样的人 给你一个机会 接受你一个采访 就很给你面子了 哇 这个可是这个记者呢 不是这种感觉 记者就是觉得说呢 他给蔡崇信一个面子 他采访蔡崇信 很给蔡崇信面子了 就是颠倒过来了 然后在问问题的时候呢 也是那种居高临下 首先呢 就问这个蔡崇信 问他说呢 我现在问你一个 非常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中国 侵犯人权的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蔡崇信说呢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蔡崇信的回答呢 是非常妙的 然后他就说呢 关于这个人权的问题呀 他说你看中国啊 你得怎么看了 你看你说这个人权呢 从哪个角度上来说了 他说你看中国人 这么多的人 他说我99年的时候 我到中国来创办这个阿里巴巴 中国那会儿呢 人均GDP只有800美元 可是现在呢 1万美元 你如果去问那些奶奶辈儿的人 你就问他说 你觉得中国变化大吗 那些老年人呢 都会告诉你说 当然了 变化是天翻地覆的呀 说现在的孩子 多么的幸福啊 他们的受教育啊 他们的工作呀 他们的生活呀 现在都幸福的不得了 然后蔡崇信就说呢 所以说呢 你得说 你说中国侵犯人权 你是什么意思 怎么就侵犯人权了 然后呢 这记者就说了 他的记者就是说呢 他说呢 我就跟你说的具体一点吧 他说比如说我们美国呢 是有这个选举权 然后呢 我们那些企业呢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批评政府 对吧 我们在美国呢 就可以speak up 我就可以随便的 我表达我自己 但是呢 我问了一些 美国的那些企业家 在中国做生意的那些企业家 他们在中国呢 他们就不敢说 如果说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受到惩罚 然后呢 这个蔡崇信就说了 说你们这些企业家呢 理解是对的 每一个不同的国家呢 是有不同的文化的 会有不同的制度 那中国的制度呢 和美国的制度呢 他就不一样 那中国的这个制度呢 他就是一党制 一党制之下呢 就会不一样 但是呢 你要看他的结果呀 你看中国现在 发展的多好 你得看这结果呀 好 现在呢 我就想发表一下 我个人的看法啊 我就是觉得说呢 就是 其实蔡崇信呢 因为他的英语 是特别的好 他接受这种英语的采访呢 他虽然说听英语 说英语 但是呢 因为他已经非常流利了 并不影响他的思维 听的时候不影响他的思维 他在说的时候 也不影响他的思维 所以呢 他在跟一个说英语 英语是母语的人 进行交流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障碍 他的思维不会滞后 不会说有跟不上 观众朋友当中呢 如果你没有说过英语呢 可能你体会不到这一点 如果你会一些英语 那你也用英语进行表达过呢 你一定有这样的体会 因为英语是你的第二语言 那你在听的时候 和你在说的时候呢 都会影响到你的表达和思维 那这个蔡崇信呢 虽然说 他不会影响到他的表达和思维 但是呢 我认为 就是中国人哈 即便是用中文来回答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呢 这些问题哈 有一点去回避的感觉 我看到有好多观众在留言 就说呢 这个记者太坏了 总是在给他挖坑 但是呢 蔡崇信是非常智慧的 他都很智慧的绕过 但是我认为呢 没有必要绕过呀 没有必要绕过 为什么要绕过 比如说他说的第一个问题 他说说中国呢 侵犯人权 对不对 那我就是想说了 我们不想说呢 哎呀 其实我们的结果很好 其实我们的人民呢 生活是很幸福的 其实我们的人民呢 还是很满意的 那这个前提就是 等于说 你承认了 中国是有这个人权的问题 你是承认了 中国确实是侵犯了 大家的人权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认为中国政府呢 侵犯了大家的人权 我不这么认为 起码呢 中国如果在人权方面 有一定的问题的话 他的问题并不比美国更严重 并不比他更严重 什么叫人权呀 什么叫人权 人的生存权 对吧 人的工作的权利 受教育的权利 人享受政府服务的权利 人接受这个政府提供的医疗 各方面的这些权利 中国人少吗 中国人哪一项少了呢 对不对 中国的这些人权都有的呀 尽管中国呢 并不像美国那么的富裕 但是呢 基本上你美国享有的人权 中国也有的呀 哪一项少了呢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这个记者说呢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哦 然后蔡崇信说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让我想一想 你知道吗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你认为它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呢 就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软肋 这是中国的一个缺点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中国没有这样的缺点 然后呢 第二个他就说了 他还提了一下呢 说美国人有这个选举权 你美国人呢 是有这个一定程度的选举权 你选举的权利呢 是比中国的选举权力要多 什么叫选举权 选举权就是你make一个decision 你做一个权利 就是你选择的一个权利 你们的选举权呢 就是你在两个要帮你执政的两方之间 你选择一个 这叫选举权 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权利 也有很多的选择权 很多 选举权中国也有 中国全国人大的代表 就是中国人选的 中国呢 全国人大的代表 就相当于美国加拿大那议员呀 就相当于那些议员呀 对不对 那都是人民选的呀 那我可以选他 我也可以不选他呀 都有这种可能性的呀 只不过中国人呢 现在他就很信任自己的政府 那那些被提名的 那些人大代表的候选人 他们就认为呢 政府给我提名的这候选人选出来的这个候选人 我认为呢 我就接受 你要候选人是谁 我就选谁 我就接受 甚至于我都不去选 我在中国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记得当年呢 我就是刚到法院不久的时候呢 第一次赶上选举的时候 都被领导赶着去选举 领导又说呢 你们这些人啊 我们还是这个法官呢 这个选举意识 民主意识都这么差 为什么说人们都不愿意去选呢 是因为他就信任他 美国也有很多人不选的 也有很多人不选 我都经常不去选 为什么呀 因为我选谁都一样 明白吗 你美国人是 你有那些选举权 中国人呢 跟你不一样 不一样而已啊 不是说你那个就多优越 有什么好优越的呀 就你那个记者吧 你选举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定要在 拜登和川普之间进行选择呢 你有第三个选项吗 如果你有第三个选项的话 你的第三个选项有用吗 对不对 他就没用啊 你就被迫 只能在这两个恶人之间 选一个恶人来执政 来管理这个国家 他怎么样来伤害这个国家 你都没脾气 你这样的一个选举权 有什么意义啊 有什么意义 然后呢 这个记者就说了 说这企业呢 在美国 哎 我就可以 什么我都可以说 但是我在中国就不行 如果我在中国 我如果说的话呢 我就是会有后果的 那你到底在中国 你想说什么呢 中国的企业到美国 不是也一样吗 不是也一样吗 你这些外国企业 你到中国去 中国能怎么着你啊 抓你了吗 没收你财产了吗 对你进行巨额罚款了吗 可是中国的企业怎么样呢 中国的企业到你美国去啊 交很多的税 给你解决很多的就业 但是呢 你们的政府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想罚款就罚款 想抓人就抓人 想没收就没收 人家华为在美国 开了好多的分公司 雇多少人呢 华为雇那人还全都是高薪 你想想看 华为自己交多少税 华为的员工交多少税 给你解决多少的就业呀 那那一年的时候呢 美国你就让人家华为 不得再开那公司了 华为就说呢 好 这个公司就开不下去了 不让我开了 没关系 那我把我那些东西拉走吧 结果怎么着 美国就扣着人家华为 那些东西不让人拉走 就是美国呀 中国人 中国那个护照上都写着 你去到别的国家 你离开国家以后呢 你一定要遵守人家当地的法律 可是美国的护照是怎么写的呢 美国护照说 你出去以后 你有任何的麻烦 美国政府都behind you 美国政府都支持你 保护你 有很多的中国人就说呢 你看 这两个国家有多大的不同 美国就是以人为本 而中国呢 就是浓延必息 嘱咐我们自己的人到人家国家就要小心翼翼 而人家美国呢 就说你捅了再大的娄子 我都保护你 可是呢 你想没想过 就是你如果作为中国人 你在国外 是要求你去遵守人家的法律 这不是应该的吗 是不是应该的 你到人家国家 你不应该遵守人家的法律吗 对不对 你非得去不遵守人家的法律 难道说能鼓励你去 非得不遵守人家的法律吗 对不对 尽管中国政府鼓励你到国外以后 你要遵守人家的法律 但是 有的人如果有麻烦 捅了娄子 中国政府还不是一样管你 对不对 中国政府也一样出面要管啊 从这个保护你的角度上来说 不管是护照怎么写的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的 都对他的人民来保护的 这是不是一样的 写和不写都保护 但是呢 中国就鼓励我们去人家的国家 你要遵守人家的法律啊 但是美国是怎么样的 美国就鼓励你到那里去捣乱 去搞暴乱搞颜色革命 推翻人家政府 去煽动人家的人民 去搜集情报 去偷去骗去撒网 对不对 这是美国所鼓励的 你说哪一个是应该的呢 对不对 那你美国你到中国来 你在你自己的国家 你有意见 你可以提意见 说你应该改 对不对 那你到了人家中国 你到了中国 你不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吗 你是要让中国改吗 你这儿不合理 你得改 那儿不合理 你得改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你是一个外国人 你就算是你在你自己的国家 你遇到你不接受的 你可以叫他说 我就不遵守 你必须改 能吗 根本就不能吧 对不对 言论自由都是有限度的 走到哪都一样 再说了中国人 没有言论自由吗 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吗 中国人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 方方那个日记在哪写的 方方是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写的那个日记啊 是不是 你去看看中国的那些恨国党 在中国 崔永元天天犯刺 他在哪啊 他是不是在中国 还有什么那些恨国党们 天天在网上发表的那些 那不是在中国发表的吗 对不对 再说回来最明显的就是 台湾的武统这个问题 台湾非常可恨 是谁管国台办 叫跪台办的 是不是中国人民 天天管这个国台办 叫跪台办 有人被抓吗 对不对 人民不可以批评吗 不是也批评吗 天天的就说 怎么还不武统 早就应该武统 不应该合同 这不都是大陆人民 发出来的声音吗 中国大陆是只有一种声音吗 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声音呢 对不对 所以中国的言论自由 是有言论自由的 中国也有选举权的 中国又不稀罕你们那样的选举权 因为太乱了 两边进行竞选 不择手段 没上台之前呢 就不择手段 空许愿骗人 上了台以后也不对劲 那样的一个制度 那不是中国人想要的 中国的这个制度 是中国人想要的 你西方凭什么 让中国要改 意大利的参议院的那主席 说的就非常好 意大利参议院的主席就是说 你想想看 人中国有十几亿人呢 人家十几亿人没意见 凭什么我没有意见啊 对不对 你有什么权利啊 你有什么权利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制度 别说是你们没有权利 就我这样的也没有权利啊 对不对 那是人家中国人民的事 我以前是中国人民 我那会儿有权利 可是我现在已经离开中国 我成了一个加拿大人了 我对中国 我都没有权利 我可以提意见提建议 人家要不采纳 根本就不尿我的话 我就一点脾气没有 我也不应该有 对不对 你西方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我还别说是 我管不了人家中国了 我加拿大我也管不了啊 我能管啥呀 加拿大我难道就没有意见吗 我也有意见啊 作为一个平民来说 对不对 有很多事情 你都无可奈何 你的义务就是遵守法律 对不对 走到哪都一样 然后这个蔡崇信呢 就说了这句话 然后记者呢 就有点急了 他说咱俩的理解是一样的吗 咱俩对人权的理解是一样的吗 然后人家蔡崇信又说了 他说我呀 是住在香港的 他说香港你知道吗 香港以前的时候是一个殖民地 是英国到中国来贩毒 犯哑骗的时候呢 非得和中国发动战争 然后他打赢了 他把我们香港抢走了 然后呢 97年我们香港回归了 回归之后 然后这些人呢 天天闹着要独立 天天闹着要独立 你知道吗 2019年的时候 就那个修理风波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根本就不敢出门 因为他们那些人 见着说国语的就打 见着说普通话的就打 给你往死里打 可是现在呢 国安法实行以后 现在我敢出门了 你说什么是人权 这个蔡崇信呢 这个视频 要不现在呢 广泛的流传 真的是说的太好了 中国大陆呢 现在有好多人啊 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啊 真的说的都没有他说的好 但是呢 蔡崇信 他遇到这些人权啊 遇到言论自由啊 遇到选举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绕开的这一点呢 我不是很赞同 就直接跟他 直入这个话题 又怎么样了 中国人在保护人权 言论自由 以及选举各个方面 没有一样是差的 比你美国要做的好得多 只不过中国呢 发展的晚 很快中国就会在各个方面 赶上并超过你美国 当中国超过美国以后 中国的优越感也会越来越强 迟早有一天 美国就会仰视中国人 这一天 并不会太晚 很快就会来到 现在美国 其实都已经是 不能对中国 巨高临下了 因为中国已经不吃这一套 已经不买账了 你巨高临下 就只是你自己的事了 他们现在已经是 对中国是无可奈何 想跟中国耍横 但是呢耍不起来 我就希望中国呢 能够在人权 言论自由这些方面呢 捋出来自己一套的价值观出来 捋出来自己一套的旅 下一次美国人 再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自己的理论 来抨击他们 来展示自己抨击他们 而不是去回避 而不会说 哎呀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但是你要看结果等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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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有人权的 中国是有言论自由的 中国人权言论自由都非常好 中国应该把这个捋顺了 如果把这个捋顺了的话呢 中国会更加自信一些 有一句话叫 理屈而辞穷啊 你只有把这个理啊 给他捋顺了 你理不屈 你辞才不穷啊 理也给他捋直了以后 你才会理直而气壮啊 你知道吗 你看我现在气壮吗 我就很气壮对不对 现在就谁要跟我辩论的话 我都不怕这个问题 我都会直接面对他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